嗨,大家好,我是欧玛 有别于上周云端厨房Justication的为代工 共产厨房是云端厨房跟房地产更进一步的结合模式 那过去呢,我们正好有跟国外的共产厨房业者想要来台湾拓点有过交流 因此呢,我们今天就稍微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商业概念吧 共产厨房的概念就是一个皮箱及开组 除了提供场地租赁的基本服务 还延展到线下的餐饮、作业流程的协助 及线上营运的指导 由于设置厨房除了烹饪设备、水电瓦斯管线 还有污水排放等基础设施要做 另外还有一堆证教要办理 因此由共产厨房统一办理 为许多商家省去繁琐的行政流程 也成为中小型餐饮业者吸引入住的诱因 在这些商家正式营运后 共产厨房还可以协助他们进行供应链的整合 食材统一采购 在降低商家物料成本的同时或一起投保 让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也更加的有保障 共产厨房形式相当多元 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共产厨房 即是厨房分租 像中央厨房里聚集各种微型的餐饮业者 这的确是目前的主流 但在其他这个产业跑得更前面的业者 以针对不同的项目区位及需求 提供不同的餐饮空间设计 比如会在市中心的商场 结合高级办公大楼里 是许多国际餐饮品牌的兵家必争之地 因此共产厨房业者为这个据点 及国际餐饮品牌设计出高档的共产厨房 及用餐空间 一方面提升共产厨房的档次 另一方面解决国际品牌 刚进入新市场的疑难杂政 或是像百货公司的美食街 未来也可能成为共产厨房业者的目标版图之一 因为过去都是由百货业者自行招商 招商的对象也往往就那几间 因此消费者到美食街的选择了无新意 但往往美食街是百货公司的经济母 很多百货业者纷纷开始重视 美食街的品牌是否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像这次疫情 百货公司美食街基本上没生意 也纷纷开始拼外送 因此若有共产厨房业者同胞 不仅掌握消费习性 不定期更换新的餐饮品牌 也从一开始就将外送市场做起来 让百货美食街的餐饮业者也更具有竞争力 不论是云端厨房或者是共享厨房 其实它都是以科技作为收集资讯的媒介 然后透过大数据分析去设计出最符合区域消费习性的空间 谁能想象我们现在一天三餐 到购买产米油盐酱醋茶都是要透过外送呢 所以不妨好好观察一下这一波的餐饮革命趋势 说不定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延伸出来很棒的商机哦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